好,政治新聞方面,首相為您報導,民進黨選舉對策小組本來今天要開會討論,提出讓黨內的台北市長參選人跟國民黨的連勝文進行對比式民調,如果呢,民進黨所有的選戰的民調都輸給柯文哲的話,民進黨就不提名,禮讓給柯文哲,以整合在野陣營這樣的態勢來迎戰,不過呢,想要爭取提名的前副總統呂秀蓮表示,現在不是談整合的時機點,他還說了一句話, 說有人想要民進黨的嫁妝,卻又擺明了不入黨 民進黨台北市長人選到底要如何和無黨籍的柯文哲進行整合,民進黨選對小組,原定四三號開會討論,傳出方案之一,就是讓所有參選人和國民黨熱門對手連勝文,一對一進行對比式民調,但這場會議因為立法院審查服貿協議而取消,積極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北市長的前副總統呂秀蓮表示,現在比對比式的民調 沒有任何意義,如果要整合時機也不是現在,呂秀蓮畫風犀利,更進一步暗批柯文哲 你要民進黨的嫁妝,你就擺明了,你又不入黨,當選以後他還要找別人,所以要民進黨傳嫁爭,然後要帶白的新娘,整合什麼? 呂秀蓮便指出,現在民進黨三顆太陽已經繳在一起,臺北市長不過是籌碼而已,對臺北市民太不公平,呼籲應該等民進黨主席選完後,再提名臺北市長參選人,對此,蔡英文和謝長廷下午出席,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會議,都低低地表示,尊重黨內機制 由於民進黨中央,有意在不修改任何黨規情況下,規劃由包括臺大醫師柯文哲,在內的所有在野參選人,以對比是民調比高下,藉此整合在野陣營迎戰年底臺北市長選舉, 雖然呂秀蓮高分被反彈,但蔡英文、謝長廷以及游錫坤,都表達願意尊重黨內機制,也反映出黨內多認同,應該提出在野整合的具體辦法,記者 林璇 吳家寶 陳信龍 台北報導 君zyka 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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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gy 君